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你有勇气 对着自己的胸膛开枪 为什么我会怕死 那么你的意思是拒绝合作 你如果愿意给我一把武士刀的话 我将感激不尽 大和民族在选择死亡的方式上 更喜欢用刀来解决问题 很可惜 你们的宪兵搜查得太彻底了 连一把武士刀都没有给我留下 你已经表明了你的态度 我们今天的谈话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将来如果有需要 我会送刀给你 逼人随时共和你 我想让你闻我一下 梦云 爱情的喷泉 永生的喷泉 我为你送来两朵玫瑰 我爱你连绵不断地叙语 还有赋予诗意的眼睛 孟云 你还记得这首诗 永生难忘 锦麟 我回来了 你还等什么呢 五年了 五年了 我不是在做梦吗 我一直在感情的炼狱当中挣扎 见不到你梦云 我真的很痛苦 别说话 让我想说了 好 金河老弟 还是老样子嘛 怎么样 最近好吗 长官您认识我 我们打了八年的驾刀 我能不认识你吗 长官您是 黑马 就是别人 长官 还有什么 谢长官救命之人 都是生死兄弟 别客气 有一个叫方锦麟的人你认识吗 认识 他是我朋友 长官他怎么了 你应该去谢他 你受伤的那天夜里是他救了你 这个人出枪很快 身手不凡 你再问问他是否愿意 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完全记不住了 等我清醒过来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当时长官也在查 对 在查 他同事也救了我 光复后我到警察局去查了这个人 才知道他叫方锦麟 我会去找他 这个人只喜欢当警察 别的工作他不感兴趣 我回去试试 好的 去忙吧 有事来找我 长官先请 再见 aktiv泛 旺孟与 这些年你都在哪儿 先是延安 后来又去了重庆 在重庆干什么 我在大工报当记者 梦与 我觉得你的性格 好的 好像有些变了 变得沉默寡言 告诉我 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的 我过得挺好的 也成熟多了 四三年 我被派往重庆工作 现在 大公报要在北平 建立一个记者站 所以 我就跟随 接手大员们的飞机 回到了北平 现在的北平城 马上就要热闹起来了 这日本人一投降 各种矛盾都尖锐起来 先是国共两党的矛盾 日益尖锐 危机四伏 照这样下去 内战将不可避免 除此之外 被光复地区的矛盾 也很尖锐 人人都是满腹牢骚 老百姓眼里 是那些接手大员们的 五子登科 生活腐败到了极点 他们有理由怀疑 这些大员们 是否在战争期间 也过着如此花天九地的生活 若真是这样 他们凭什么动不动 就老子抗战八年 现在 连一些大学的教授 学生也闹了起来 他们在日伪时期 执教 上学 现在 都成了伪教授 伪学生 这口气实在是难言 本来是政府无能 打不过人家 把老百姓扔下来 自己逃走 现在呢 现在反过来又倒打一耙 这是政府还是流氓 一让沦陷区的人民 怎么个活法 难道让他们 集体绝食自尽 你想 但凡能逃离占领区的人 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 而滞留沦陷区的呢 却都是一些老百姓的 孟月 你这组织关系接上了吗 已经接上了 不过很可惜 跟你那条线毫无关系 所以 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 不会太多 其实你也知道 我们今天的见面 已经严重违反了组织记录 可是我必须见到你 不然我会疯掉的 我们可以自己安排见面 即使违反纪律也要见面 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们两个已经五年没有见面了 要是再见不到你 这实在太残酷了 即使受处分 我也再做不惜 好 我听你的 孟月 咱不说这些了 咱说点高兴的事 解放区的形势怎么样 太令人兴奋了 河北 山东 中原 到处都有我们的解放区 我们的军队 已经发展到了一百多万人 还有将近两百万的民兵 蒋介石别想消灭我们 好 经理 前些日子 我利用记者的身份 走了不少解放区 好啊 跟我说说解放区的见闻 这些年 我就像生活在地窖里一样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日日夜夜 都在憧憬这解放区的天 饭馒头 热馋馋的馒头 饭馋头 热馋馋的馒头 走 对不住了 您奶 这小娘们 不就是当年的日本妖姐吗 我和大哭傻子为了她 差点没把命丢了 老天爷张眼 今儿落在文爷手里 爷们 接着 来 这表子 懂得什么叫礼妇吗 先给大爷鞠躬 我看你的 这脸蛋上 涂的是豆面吧 来 让大爷闻闻 小娘们 还挺脊梁 愣是把自己 打扮成雷达滚的模样 你以为你成了雷达滚 文爷就不认得你了 好好瞅瞅 还认得文爷吗 看来你们日本人哪 这记性都不好 得嘞 是 今儿个文爷呀 就让你长长记性 怎么着 文爷要动动你 你这又哭又闹的 你可都不认得文爷 胆子不小啊 光天化日之下 敢调戏良家妇女 老总 您可看清楚了吗 这是日本娘吗 小日本不投降了吗 咱们中国不打赢了吗 也该轮着咱们中国人报仇了不是 混蛋 你还敢狡辩 谁告诉你 日本女人就可以调戏了 政府有政府的法令 也轮不到你说三倒四 你说这算怎么当的事啊 怎么自己的兵 还打自个人呢 怎么 你这是居住闹事 扰乱社会治安 老子今儿个就逮了你 快点把手伸出来 不不不 老总 老总 不 不是老总 大爷 你们是我亲大爷 饶了我吧 我 我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老婆孩子 这一家子都等着我吃饭呢 女子 你怎么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你哪来的八十老母老婆孩子 你行了 瞎话说来就来 不是 虚呀 怎么回事啊 报告长官 这个拉车的调戏妇女 扰乱治安 我们正准备把她交给警署 就她 她调戏妇女 不会吧 这人我认识 她的胆儿 比浩子的胆儿 到哪里去啊 徐爷 咱文三是什么人 这您知道 不是 这俩兄弟呀 可能有点跟我过不去 说句不爱听的 咱文三也参加过抗日 我抗日的时候 你们二位在哪儿啊 要说抗 别说了啊 少说两句 哪那么多废话 这个人交给我 由我来处理 你们忙去吧 是 是 看什么看什么呀 该干嘛干嘛去 吃饱撑 文三啊 你小子可长了 是吧 就你这耗子点 也敢调戏良家妇女了 呸 这俩傻大兵啊 八成啊 是罕见 徐爷您给评评理 您说 小日本欺负咱整整八年 糟蹋了我们多少娘们啊 怎么我就不能玩完日本娘们 这叫一报还一报啊 住嘴 刚才你怎么不说 人家走了 你用来劲了 徐爷 我呀 看不出这官衔 不过咱也知道 坐小汽车的 一准比两条腿走路的官大 您哪 肯定能挂着那俩傻大兵 所以你就来劲了 告诉你 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投降了 国民政府要按照国际规定 将日本侨民遣返回国 在这期间 还要保证日本侨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要是大家都去报私仇 这不还乱套了 徐爷 您什么时候回到北平啊 自从上次 我送您去专塔活动 一会儿就再没见过面 徐爷 您还欠我半个月的车钱呢 真对不起 我把这事给忘了 这样吧 火箭 拿当纸过来 我给你留个地址啊 改日你去找我 我会加倍长安给你的 我说着玩意儿呢 你去帮助僕 文森 我还得好好谢谢您 那天要不是你去报信 我也活不到今天 我还欠着你个大人情啊 我感情还有这事 那就是说 我救过您的命 是啊 闻三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徐晶柯的救命恩人 我会念你一辈子的好 别去别去 徐妍 您明客气 那也是烧带手的事 再者说了 要没您招着 咱敢干什么呀 咱这辈子 还没干过这么露脸的事呢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当然是件露脸的事啊 那 徐姐 那 那 那个 那你有话去说吗 徐姐 那 那我是不是 也算参加过抗日活动吗 当然算了 你不但是参加了抗日活动 还在敌后活动中救了我的命 我跟我的上司也是这么规方的 这不结吗 徐妍 您每月拿多少想钱哪 想钱 你问这干嘛呀 什么意思啊 徐妍 您也说了 我也算参加过抗日活动的人 那也就是政府的人 既然是政府的人 也该给我开一份想钱 您说对不对 闹了半天你在琢磨这些事呢 我说闻三啊 你怎么就惦记钱哪 这是为国家为民族效力 不是挣钱的事 我说徐爷 您可别蒙我了 国家是什么 咱不知道 他认得我 我可不认得他 我就知道啊 您是政府的人 总不能给政府白干嘛 您掖着脑袋 给政府玩命 最后政府就说 这都是为国家为民族 一句话就把您打发了 不能够啊 徐爷 国家 还得麻烦您 跟政府唠叨一下 我那份想钱还没给呢不是 行了 行了 闻三儿 不就是钱的事吗 好说 政府不给 我徐金歌给 是 嗯 院里有人吗 有人吗 坏了 这下折折了 我 我不就是和全养平斋 逗逗去一点吗 这要算汉奸 在北平城都没好人了 这不是邱八爷 你都抓过来了 是吧 雲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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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老总啊 您看这儿又脏又臭的 您请到客厅里去坐 你出去 我没找你 我找雲三儿有事 雲三儿 雲三儿 老总要找你问话 你怎么还不起来呀 还没规矩的东西 你们聊 你们聊 一会儿您客厅里应茶 雲三儿 快起来呀 来 徐姐 我说 徐姐 您 您怎么着 打算 抱我的车呀 谁抱你的破车 我自己有车 雲三儿 赶紧把衣服穿上 我在屋外等你 哎 哎呀 徐姐 我说雲三儿 买两羊吃得多少钱 哎 要买好一点的一百八九 吃一点的也得一百出头 麻呀 好啊 那咱就照最好的买 徐姐 徐姐 您买洋车干吗呀 温三儿 你除了会拉车还会什么 叫您说着了 我除了拉车呀 什么都不会 这不就得了吗 我看你小子也干不了别的 能把车拉好就不错了 我给你买辆洋车 我给你买辆洋车 以后你就不用再交车份了 好好过日子吧 徐爷 您别拿我打岔了 您平白无故地给我买辆洋车 徐爷 您饶了我吧 您那差事我干不了 我一见血就头晕 这腿就大哆嗦了 温三儿 你怎么拿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我说让你干别的了吗 你以为我在跟你谈交易呢 就你这耗子胆 真要跟你共事我还不踏实呢 徐爷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您果真要给我买辆车 废话 要不然我一大早来找你干吗 就为了扯淡 你看 我给你备好了 徐爷 徐爷 我温三儿这辈子 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我下辈子给您做牛做马 也报答不了您的 闻三儿 闻三儿 你又来的 我第一次遇见你 是在永定门城门口 你差点让鬼子一次刀给挑了 是我给你解的 你当时就是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跪在那磕头如倒伞 是 闻三儿啊 你是个男人 就得像个男人一样活着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记住了 你他妈听见个屁 你磕头游影怎么着 给我站起来 徐爷 您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给您磕俩头子是应当的 要是 像天的有人送我东西 我就是把脑门子磕裂了也认哪 您干吗发这么大火啊 算了 闻三儿啊 你脑子里像是一盆酱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懂 不说这些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两次救了我的命 尽管都是无意识的 可我还是要感谢你 我希望你收下这辆养殖 今后攒点钱 娶一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吧 来 徐爷 大恩人哪 我嫉妒了 去买车吧 以后要是有事 就到荣县胡同五号来找我 看 到新复兴买车喽 新的舞欢迎再来 欢迎再来 卖车了卖车了卖车了 新道的洋车 过来我买车 现在过来看看吧 我们这新到的洋车 到新复兴买车喽 来这里买车 新到的洋车 来来来来 走 瞧瞧快一看了啊 美国的鸡蛋奶粉 咖啡可口可乐啊 花钱不多用的实惠啊 大姐您过来看点什么 鸡蛋奶粉 从来没听说过 这牛奶和鸡蛋 也能化成粉卖啊 大姐 这美国货有苦吗 大姐啊 这就是您不懂了不是 这可都是美国的 在美国大兵打仗时候用的 您想想啊 这美国大兵打仗时候 哪儿弄了一些 新鲜的鸡蛋跟牛奶去啊 就算您找着了 跟五里一五 肯定五臭了不是 你看人家美国人 人家有招 人家把新鲜的鸡蛋跟牛奶 人家烘干了 磨成磨 放在小河里 想吃的时候 您管一勺拿水一漆 齐了 您看多方便 就这么简单啊 那我真想试试 你还别说 这美国人你来呀 还真让咱找了不少见识 这么多新鲜玩意儿 咱北平老百姓 以前可是听都没听说过 可不是吗 我跟您说 这些可都是纯正的好货 要不是那小日本布金打 仗这么快就打完了 您 您哪有这口福啊 这位爷 您想买车吗 这车多少钱 您真好眼 这车呀 是我们西复兴最好的车 您看这儿 这铜喇叭 您再看这儿 这脚链 这可都是地道的英国 实话跟您说了 我们这儿不兴还价 一口价一百九十五块 一百九十五块 您大概也知道 这车呢 比抗战钱啊 是贵了几十块钱 可是这年头 最没谱的 它就是物价不是 今天是一百九十五块 您钱贵不是 得嘞 您把钱收起来 回去密叫 改明儿早上 您再来瞅一眼 保不齐呀 就是二百一十五块 这买不买呢 您自己合计 您要是钱多了 烧包 看我就建议您啊 回去密叫做 不就一百九十五块吗 我当是多少 小意思 两百块都不到便宜 这车啊 我要定了 要去啦 阿正师 阿正师 好 好 在 этом 没缴 喂 大哥 问您的事 刚才进去那位爷 谁呀 你连他都不认识 保密局驻华北办事处主任 马明远 重庆来的街州大员 怎么 怎么瞧那么严实我呢 是谁呀 老马 这也不是当年跟我们一块拉扯那老马吗 老马 说谁呢 老马也是你教的 抗战那会儿 人家可是地下工作者 敢跟日本人死磕着住 是了不起的人物 真人不露相啊 那杨作者 还有一棍儿 我说 大哥 谢谢你啊 要不如您告诉我 打死我了不行 帮着 您帮着啊 这棍儿 请问您这车拉扯吗 怎么不来呀 我这车呀是新买的 瞧瞧没有 西福星 您是第一位客人 行 恭喜您了年轻人 我要去同合局饭庄 您坐好了老先生 走喽 祝您 走喽 快走喽 我去报告吗 我去报告吗 我去报告了 我去报告了 grasses了 算了 自己答报告了 咋回头 河边向游艇 人马行 老残阳的人马 来到了古城堂 城楼上童话里 草娃 大银骨 世面尽情统范围 草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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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马铃鲁鲁鲁骨 草娃 草娃 大马铃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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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我都没感伤过这么好的事 孟不丁成了有产者 让文三有生以来 第一次感到生活是那么有蒙有味 也让他第一次对未来有叛徒 他甚至开始暗自筹划以后的生活 总之要摆脱目前这种生活据化 至少不再为吃饭而发愁 而徐经哥的慷慨相助 使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老家 同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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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真心 什么时候来的啊 我给你修了吗 我成全天了 我给你修了 各位同学 各位 来 为了抗战胜利 为了国家的成胜 我们干一杯 来 干一杯 各位千万 我提议 为了马主任 为了咱们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黑马 干杯 对 为黑马干一杯 老长官 我敬你 我敬你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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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文兄啊 我到之前没有见到你了 今天真好 谢谢自己一位 好 我们两个救你们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干杯 你 你走慢点 你年轻人 不客气 回家来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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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铜盒饭专 这一上午 人来人早 两根都没闲着 干杯 干杯 全北平有钱有势 全从这儿扎堆来了 咱今儿可长了见 露露 这一溜小货汤见过了 这不得多人美国呢 再不计也得吃个 逆禅户了吧 是不是 那边还有呢 你看 有 孙三 这 鸟腔坏炮了 这新疆买回来了 瞅瞅怎么样 怎么样 正光罢亮呗 怎么样 馋死咱爷们了 这这这 来 多少钱 便宜 也就小两百块吧 这给你买的 你还知道北在哪儿不知道 小两百块还便宜 我知道 不就是上午那位徐爷 给您买的吗 是不是 要不然把你小子卖了 你能买起这个 没办法 咱就有这命 老天爷心疼咱呢 这我挺好 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也是你 坐 你瞧你这抠着呢 有个老话说的在这个上 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扔 你跟三抖起来了吧 又比你烂点 猜游官看见谁了 谁啊 老马 老马是谁 老马你都不记得了 你什么记性啊 有一回 韩家台 清泉村本口 就沈万山 啪啪啪 哪天 哦 那个老马呀 哎呀 当时他是穿着破鱼拉撒的 跟要饭的似的 走起路来供着呗 跟那虾米似的 就他拉那破车 和他那搭里的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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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哎呦哎呦 您可歇了吧 您知道人家现在是什么来临啊 看见车没有 那就是老马的 这 对 人家呀 是政府的一个 不 反正是一大官 抗日的时候 人家是地下工作者 跟日本人死磕 知道吗 现在是重庆派过来的接手打员 拿火大了去啊 你那意思 敢情老马是大官 哪可不 看着不像啊 这可真邪了门了 那徐爷也是政府的大官 八成跟老马认识 明儿个我得问问他 有的时候过来就好 完了我得吃好喝好 你放心 我答应了 一定会给你买的 安人 怎么了 那棵房子您还满意吗 能不满意吗 潘玉贵也算是个有名的汉奸了 他的厮斩还能差得了 小老弟 最近我那搞了几件古董 还有名人字画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啊 你要是喜欢 拿走几件 我知道你乔老弟好这个 知我者麻之人也 你们嘀咕什么呢 该不会又背着我 去介绍什么相好的了吧 怎么会呢 我有你这个小美人足矣了 过几天啊 我再给你整点好的手势 绝对的真品 自己感觉还可以吧 你没事 余 好 这余不错了 是的 好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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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儿子啊 是 几个老弟 今晚毛局长要宴请 华北局的有工将士 你一定要去 到时候 我把你引荐给毛局长 别提他毛仁凤 他算个什么东西 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局长 又是蒋总裁的同乡 这个面子我们一定得给啊